第六十集 我摇摇头说 不是 我们想来找你问问 看 你看见过这把剪刀吗 说着 我就将剪刀放在张裁缝的桌子 张裁缝愣了一下 拿起剪刀看了一眼之后 淡淡说道 不是 没见过 说完就继续低头修补衣服 老白叹了口气 跟我说走吧 然后我俩就要出去 可临走的时候 我无意间瞥见旁边桌上 放着的一把剪刀 是新买的 心里顿时有种猜测 张裁缝刚才是不是 撒谎了 走出之后不远 我就把我的猜测 告诉了老白 老白说是吗 走 咱们再去问问 我赶紧拉住他 我赶紧拉住他 别 如果他真是撒谎了 就说明他有问题 既然有问题 你再去问 不就是打草惊蛇了吗 老白愣了一下 马上就明白我的意思 说咱要不先守着他 我说行 附近刚好有家卖面皮的 咱们先去吃张面皮吧 之后我俩就去买了两份面皮 坐在那儿吃开了 如果那个张裁缝真的有问题的话 我们带着剪刀去找他 他肯定会在短期内有所行动的 果然 一副面皮还没吃完 就见张裁缝慌晃张张的 开始收拾东西 几分钟之后 他就关上了裁缝店的门 急忙走了 我和老白也急忙付了钱 跟在他身后 他是朝县城外走的 到了郊区的时候 因为路上人少 所以我俩不能离着他太近 渐渐地拉远了距离 到了一家废旧铁厂时 就见张裁缝鬼鬼祟祟 向四周探望 见没人的时候 就一下绕到铁厂的后面 然后消失在墙后了 我们两个也赶紧加快脚步 迅速追了上去 可当我们走到头里 却傻眼了 这里全是一片荒地 杂草丛生 哪儿还有张裁缝的影子 这死老头去哪儿了 老白望着前面的一片荒地 问 不知道啊 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 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肯定有问题 我往前面走了走 期望能从草地上 找到张裁缝 践踏过的痕迹 可惜的是 这些荒草都完好如初 不像是有人在上面走过 真是奇了怪了 张裁缝就人间蒸发了 确实是有问题 虽然人跑了 不过咱们也是有了一点眉目 先回吧 只要他的裁缝店还开 咱们迟早都要抓住他的机会 之后我就跟老白回到汤师傅的家里 路过商店的时候 我俩买了一瓶白酒 老白说今晚不喝这东西 他是睡不着觉了 傍晚的时候 变了天 也下起了雨 我和老白坐在屋里 听着屋外的雨声 心里都很复杂 桌上的花生米儿和下酒菜 都吃得差不多了 那瓶白酒 也让老白消灭的剩下了个点 但是老白是一丝醉意都没有 他晃了晃瓶子 说怎么就没了 我劝他少喝点 他说不行 今晚不喝醉的话 他是睡不着的 如果睡不着 明天怎么会有精力去找张采访算账呢 说着他起身就要去买酒 我拉住他说我去吧 然后他点点头说快去快回 因为商店离得并不是很远 雨下的也不大 我就没有找雨下的也不太好 直接就冲出了屋子 可当我打开院门的时候 面前站着一个黑影 吓得我啊的一声叫了极了 但是我应该要去买酒 我去抢开院了 这段话要配合 就是最后买到平时 有上温以我的专家 使用我去抢开台 最后买到大一层下的